好 首先来看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 在库皮扬斯克 红利曼等方向 打击乌军式目标并歼灭乌军 同一天 乌武装部队发布战报称 在顿涅茨克州和卢干斯克州 多处定居点附近击退俄军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8号公布的战报 在库皮扬斯克方向 俄军歼灭了25名乌克兰军人 一辆装甲车和两辆皮卡车 在红利曼方向 俄军歼灭50多名乌克兰军人 一辆步兵战车和两辆装甲车 在顿涅茨克方向 俄军歼灭了30多名乌克兰军人 一辆步兵战车和两辆军用汽车 在南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 俄军歼灭了70多名乌克兰军人 两辆步兵战车 三辆装甲车和两辆皮卡车 俄空天军在顿涅茨克地区 击落了一架乌军米格29战机 俄军防空部队击落了乌军 9架无人机和8枚火箭弹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当天发布早监战报称 在过去24小时之内 乌武装部队击退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州 和卢干斯克州12个定居点附近的袭击 乌克兰空军对敌军人力 武器和军事装备集中区 进行了8次打击 对其防空导弹系统阵地进行了打击 乌克兰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 对敌军两个控制点 两个敌方防空阵地 五个人力集中区实施了打击 这次打击了 对敌军人力集中区